这一次呢,我到中联办任职是中央根据实际需要做出的决定 是正常的辛劳交替,正常的工作安排,所谓人事有代谢 我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重托 感谢洛玉林主任这三年打下的扎实的工作基础 感谢所有香港工作组做的大量的工作 感谢香港各界,包括媒体朋友的支持 我个人呢,对于香港是有感情的 一来呢,是长期在广东工作 近距离地感受到香港的发展变化 而且这种发展变化呢,跟广东是息息相关的 二来呢,我2020年7月到香港工作 到现在也两年多了 那么对香港的了解和情感呢,也更深了一致 当然,我深知中联办的职责使命 我会和我的中联办的同事一起 竭尽全力地落实中央服役的职责 更好地传递中央对香港的关心 更好地支持特首和这些政府依法施政 更好地促进香港与内地的联系 更好地联系香港社会各界 更好地放映香港居民的心声 全信全意地服务一国两制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呢,对香港有一个寄语 叫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我的理解呢 香港的天时地利人和无与伦比 只要自己别乱 方向别搞错 必定事业大有可为 必定前景风光无限 相信香港在李家超特首的带领下 特期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一定会在香港游自极新的新阶段 不断地巩固 智的良好机灵 不断地激发新的发展动能 再创新的辉煌 香港的市民也会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对此我充满信心 我个人呢,能力和水平是有限的 但是为中央尽责 为香港服务是无限的 我将努力做一个懂香港 爱香港 为香港好的 在香港多讲北京话 在北京多讲香港话 竭尽我的权利 服务推动 一国两制 行稳自远 最后啊 给媒体的朋友拜个早年 祝大家赴年大吉 青春愉快 皆得所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